Hello everybody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Hello天津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来自拉特维亚的安泽 大家都知道天津是一座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城市 那同时也是书画名家云集之地 他们的创作题材可谓包罗万象 风格也各具特色 那今天我们要拜访的这一位 他可是著名画家顾影之老师 那在今天我们录节目之前 编导已经向我展示了他的几幅作品 说实话我看到了以后非常非常的激动 因为一方面他的作品的这种刻画 就是非常唯妙唯笑 那另一方面让我特别的激动的事情是什么 顾老师最擅长的创作题材 就是他就是猫咪喵心人 因为从小到大猫咪陪伴着我一起长大 而且在我们家乡猫咪就是我们的家庭成员 所以现在我更加好奇想了解一下顾老师的画猫的艺术 同时也想看一看他怎么样和这么多猫咪和谐相处呢 相信大家也非常的期待 对不对 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主人公 顾影之老师的故事 这些形神各异的猫咪姿态或灵动或安静 眼神或温柔或锐利 通过赋予东方神韵的表现手法 这些猫生动的仿佛要跳出纸面来到我们身边 这些作品正是出自有着画猫之王美誉的画家顾影之之手 出身书香门第的她是满足湘黄旗贵族后裔 在父母的培养下 她自幼保读诗书 广临悲帖 并对绘画萌生了极大的兴趣和热爱 而后她考入天津市工艺美术学院 正式开启了自己的艺术生涯 今天安泽就将带我们走进顾影之的书画笔墨世界 顾老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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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天津国际频道的安泽 太高兴了 很高兴见到你 我终于见到我们的画猫之王 我看您在创作是吧 对 我真的是感觉到顾老师就是 应该是什么都可以放得下 唯一的放不下的就是她 这个画笔是吧 那是很对的 是吧 是的 我这边一看就这么简单的几个笔画 就一下子能看到您的这个功力之神 那我今天主要是来到了这里 就是因为想了解一下您艺术创作背后的故事 不知道今天有没有这个笔 要不这样吧 你今天到我这我非常荣幸 我很高兴的 我愿意讲猫的故事 那么我们坐下好吗 也行 坐下咱们慢慢谈 好 好吗 好 那么您请坐 猫和绘画一样是顾影之一生的挚爱 40年前 它开始以此为题进行创作 逐渐形成鲜明的自我风格 净化新意 进行黎奴才捕捉到了画作当中所展现出的猫最具神采的瞬间 现在他的家的家中还有四只猫日夜和他相伴 他养猫的故事也颇具传奇色彩 哇 这里就是我们的模特 哇 这里就是我们的模特们是吧 是是是是 那他们都叫什么名字呀 他叫豹豹 豹豹 他叫豹豹 他是喜欢豹吗 不是 这个豹豹就是豹子的豹 豹子的豹 那个野生动物 他像猎豹似的 是吗 猎豹一样 因为我感觉他的花门特别很像豹子 那这一位呢 我们给他请问叫胖胖 胖胖 他是实际上也不是特别胖 就因为他小时候这个脸特别的圆 我都感觉他现在要跟我们说的一句话就是 意思是说 你腿细 你是欧巴 我腿瘦 我是老大 就这样的感觉 就是非常有那种主人的感觉 他才是这个家的主人 对啊 他很傲慢 而且很霸道 他要抢爱 比如说我叫豹子 他马上要抢 甚至我爱 那个喜欢那个小孩 我说你过来亲亲奶奶吧 他马上就跟那个小孩就发出声音 然后就抱着我 一劲亲我 吃醋了 猫咪都跟随了您多长时间了 哎呀 这个要提起猫我 那是一生的事 我从小 就是我懂得记忆的时候 我就记得猫在我身边 但是我养的只有一只 您这边好像有三四只 是吧 我是太贪 是吧 我见着什么样的猫我都喜欢 你看这个猫有这个猫有优势 那个猫有更好看 短毛 长毛 然后性格脾气 一百多只 就是曾经办过一个学校 叫华翠美术学校 当然我是培养这个美术人才 因为我是面向大自然学生的 是吧 所以呢这样呢 我就养很多动物 其中呢有猫 猫是我的重点 有专人负责 那猫舍一共三间 还有产房 非常美 很漂亮 工作人员穿着白大褂 每天我们都在检查猫舍 还有朋友去参观 奶奶给你秃毛 然后把毛疏通了 你就非常痛快 你觉得挺舒服吧 你看啊 就跟你按摩一样 谁看见你 哎呀 通通你那么俊的 我们通通闭色的眼睛 黑色的眼圈 小红鼻头 真俊的 谁看通通都很迷 那么我就爱你吧 一生和猫朝夕相处 让它对于猫的习性 神态 动作都了如指掌 它和猫的亲密无见 是自然流露的 和这些小家伙们 亲密互动 让它感到由衷的幸福 因为热爱自然之美 它亲手将自己的家 打造成了一座小型花园 在自然气息的衬托下 猫咪就在一旁静卧 它则回忆着日常 和猫相处的细节 把它们幻化成为 生动的形象 让它们从自己的脑海中 悦然来到纸上 你看我从这画一幅画 就是一个双毛图 因为我在攀山那边 看到好多泉水 我很喜欢那个泉水和瀑布 在底下呢 有好多石头 我想象的 如果说把猫搁在这儿 是很美好的 当时我画了一顿猫 俩人都在那玩耍 突然间就我的画面 出现一个乌龟 这乌龟就往上爬 探着脑袋 可是猫看到乌龟以后呢 它就要 它觉得很新奇 而且害怕 它没见过呀 但是又还是想碰一只猫 那毛就炸得很高 当时是这样的 下起来了 那个尾巴也翘着 是吧 那个毛也立起来 胡子也背得厚厚 而且猫害怕的时候 它那个耳朵是往后背的 对 它要是在愤怒的时候 它两耳朵是平的 是往下的 它高兴的时候是往前的 甚至胡子形成一个弧形的 这样的表现它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既好奇又害怕 还想问个究竟 还想探讨 要和乌龟玩耍一盘 所谓的痛快乐 对 结果那只猫呢 在旁边看着害怕 它一看它也害怕 它看着乌龟 它就在观察 这样 然后差不多还是 要抓住它了 它要逮它 它应该是感觉没有 那是最后一步 最后一步 要逮的时候 已经观察差不多了 对 观察差不多了 它才开始 要瞄准 然后呢 自己就 那个臀部那边翘起来 然后就开始 就逮了 看到你了 叮就走了 是吧 你学得很像 那我就更加好奇了 特别想欣赏一下 顾老师的作品了 是吧 那很高兴 那我们看一看 那好好好 潔白的锐血 顽强的寒霉 和偏要在雪天出门 花下赏雪的猫 这幅画面好似一手 静调静调流淡的旋律 让人感觉世界是那样安静而美好 这一张就是协议画 我们用中国的笔墨 用很短的时间 很简历的笔法 和它的笔墨关系 把它表现出来 这样也就是要写它的意境 的确是能看到 就是我看过 我们可能是外国的 它不像那个 艺术家画的都不一样 这边有那种 东方的那种声音的感觉 对 这是东方特色的 中国传统的写一画 它讲墨分五色 这个墨分五色呢 基本上就可以表现出 这个画的深浅远近 是吧 还有它的神态 中国画讲究 第一 我们要写生 发展到高度 就要传一墨写 传一墨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通过观察和理解 甚至你脑海当中 所存在的这些印象 你可以就是反映在画面上 但是还是感觉它的难度 就是一比一开始 就已经不能有错了 那么中国画你说的很对 中国画呢 它是笔一入墨 敷在纸面上就不能再更改 是吧 你怎么画 压力好大呀 最后 我感觉 对对对 它有很大的难度 你必须需要成足 你才把它画好 否则你根本就画一张 废一张 当时我们画这个 当时画猫吧 是我创作出 创作的题材 所以也费了很多的功夫 也费了很多 也费了不少 是吧 这不是说这一下 几笔就把它画好 这要费了一辈子的时间 一部这幅画前 可以看出 这虚实的衬托 根根分明的毛发 都与血液猫 有着明显的不同 这是顾影之将血液 与工笔结合 中国画和西方绘画 结合而成的 另一种手法的艺术创作 它称之为 工笔猫 用它的线 把表现出来 猫的爪子的结构 是吧 然后呢 侧风呢 可以表现猫的结构 突出的地方 就是它的暗部 这是第一 用线表现 第二 用中国传统的 画皮毛的办法 这画皮毛办法 怎么画呢 就是把毛笔 把它剔开 用中国的狼嚎 就比较硬的毛 是吧 那软毛不行 把它剔开以后呢 然后沾上 就是颜色和墨 但是这个丝毛呢 如果说没有一般的技法 它是丝不好的 容易一画就画通了 就散了 因为我是用生纸画 这个生纸呢 有时候沾一点水分 它就会散化 对 所以很难掌握 这就应该是 它是还有一种呢 结合就是按我们 西画的素描关系 这个素描关系呢 就是近时远虚 是吧 包括我们用笔的轻纵 缓急 在近处应该怎么表现 结构 要强调远处 怎么让它虚过去 是吧 那么这个用 基本用墨和色 同时就把它表现出来 我们拍照的朋友们 应该是有感触的 就是拿单反 我们在这边 可以把背景弄虚 这边是实 这边我就是能感觉到 就是我们后面那个树枝 它是虚的 前面的那个猫咪 还有那个 它是虚的 最前面的这个树枝 是非常非常的实 就是所有的细节 像我们开了那个 就是那个macro 就这样子的感觉 就细细的那些 所有的东西 就像我们在 在加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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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能看见 这确实是非常棒的 对 对 无论是写一猫 还是工笔猫 我们总能从 顾影之的画作中 读到那精巧的构思 动中有镜 镜中求动的姿态 和赋予变化的笔墨与色彩 几十年来 它日复一日的坚持 和从未改变的热情 让它把画猫 做到了极致 作为中国民族 书画协会副主席 天津市 中国书画艺术研究院院长 它的作品 不仅享誉国内艺术界 而且也多次 以画展或艺术交流的形式 与外国朋友们见面 德国那个州长 他带着他们政府官员 坐着船 到那个德国北部一个岛 我在那个岛上 有一个国际艺术节 好多国家的 他们都在那度假 一块开会 我在会上发了言 讲的话 我代表中国人讲的 当时就是 他们首长去看我去了 看我以后 我就给他献了一幅字 他很喜欢的 也是刚刚认识了您的 这么多作品 也认识了您的猫咪 我还是想问一下一个问题 因为我个人的这个画画能力 非常非常的差 但是我还是要 冒昧地问一句 能不能向您学习一下 那太好了 咱们就到我的画馆 国陵的美术馆 古仙古色 完全是中国特色 你会很开心的 那就可以一举两得 我们到那儿再欣赏画 我再给你讲 我再书到 好吗 可以 那我们就出发了 好好好 亭台楼阁 小桥流水 绿树成荫 顾影之的猫王画院 就坐落在这片 古香古色的园子中 这边就是你的画室 是 感觉整个就是每一个角度 都是雨漫着那种 意识兮兮 对 那既然是你的地盘 能不能带我参观 参观介绍一下 那太好了 今天我们就是到这儿参观了 好 先从这儿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他壳子 这个是孙七峰 孙先生的 他给我的提拔 知道孙七峰吗 大画家 大画家 天津美院的院长 他写的是 影之画猫 失造化而能自运 失造化而能自运 就是自己找到的这个题材 然后就把它发展 关大了 是 而能自运 学古人 而能脱化 就是我 学古人的东西 但是 我继承了古代的 这个传统 但是还创出自己的心意 现在就到了 要推山出新 对 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级别了 就是 勤舞古人了 对 公协 俱佳 就是公笔和协意都非常好 他是这样写的 难能可贵 然后呢 其公笔 在幽静雅致的展厅中 欣赏精美的画作 听顾老师讲述这些艺术创作背后的故事 我们的安泽也沉浸其中 除了可爱的猫咪 这些笔体独特的书法作品也吸引了他的注意 而这些也正是出自顾影之之手 百纳百川 我这个海写的就是比较大气一点 写的这个字非常雄伟 对 而且呢 海写的那个浩浩浩浩浩浩浩的一直往前冲 是吧 就是我这边能感觉到跟海有关 那肯定是它是有那种就是很大的那种像冲浪浪浪 就是大海 充满了那种 往前 αν驳 是吧 对 啊 用文字的形式把它表现了 那个穿的去往海 这方面走 所以我写起来呢 要有气魄 要有海的这种气势 嗯 是不是 机场就比较强大 对对 书画同源 如果说顾影之画猫是画自然之美好 那么顾影之的书法就是用自然之灵气 安泽的好奇心 为我们打开了走进顾颖之艺术世界的另一扇窗 原来顾颖之的书画可以并称为双绝 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的他 字体独树一帜 自成一家 安泽决定随老师到二楼的工作室一探究竟 顾老师我们刚刚在楼县欣赏了这么多您的书画作品 我个人感觉就是刚刚有了灵感 而且是您的这个字画就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因为确实跟之前看到的不一样 所以我想跟您学一学这个书法的一些技巧 窍门然后您的一个出发点是什么样的 因为确实是它的比例啊 还有一些小细节完全不一样 今天看看是不是我怎么样写 然后我就跟你讲好吗 好 那咱们现在开始 好 这边文房四宝都已经准备好了 太好了 这个字的内容吧 我想一定会满意 您这边这个是什么呀 这是您研究的一些字的写法 这是我一般写字的写法 我每个字都是严格插作点的 不能写错字了 这是中国的名字 顾影之自幼时期就已开始研习书法 有着深厚的基点 现在的字体融合了大传 小传 中顶文 甲骨文和历书的特点 笔锋雄见 笔画间有神刻鬼凿之计 结构巧如乱石铺路 疏密相得 中介女性之细致 这个我为什么要拐弯呢 就是它这个一笔往前走 就是它的气感一直冲到前方 那么这个字 字去的字呢 这个字和学是护应的 它底是个新字 它过来以后 它的气感在这 就跟它能护应了 这个大家应该可以明白 你们看过电影《阿凡达》吗 对吧 他们在那边有尾巴 它们俩之间就护应了 其特色一言以蔽之 刚柔相继 字正气疏 观者也能从中体会到 自然的平衡之美 而这其中的奥秘 正是指导它绘画和写书法的 哲学观点 现在才明白了 其实在这边可以找到 一种瑜伽的状态 就要吸气吐气 对 那么我们写字以后呢 一个字定夺以后 再写第二个字 我们应该穿它在什么角度上 怎么样和它呼应 你写这个字 要想到以后的字 跟它什么关系 所以这个写字呢 也是断一个人 我们办任何事情 办一我们想到二 办二我们想到三 甚至想到以后的事情 而且为什么要自证气疏呢 自证气疏 那么说你人体的运筹 是血运筹吧 血运筹你是不是又痛快 血管舒畅你就高兴 你就觉得痛快 对啊 你身体就好 如果有堵的地方 好吗 难受 难受 那么我们写字 它跟它都互相对比 都是堵的 这个字能够达到自证气疏吗 就绝对不行 所以我们做一个人 人体的一切行径 包括我们一切事物 所有的行径 都是宇宙的规则 所以我们必须 按宇宙规则去走 艺术更是如此 它是表现社会的 作为书画家的顾影之 是大自然的学生 自然中的猫咪 是他一生的挚友 他把这份爱 变为明练的笔墨 诉诸纸上 而宇宙万物 相生相成的规律 则成为了 它创作背后的东西 正是因为这些 画作才变得真实而灵动 书法才变得和谐而感人 今天很荣幸认识了 著名画家 顾影之老师 看到了他的 非常可爱的猫咪 也看到了 他的传神的画作 那最关键的 我今天体会到的 就是人和动物 和谐相处的温馨 和这种 勿我两望的境界 我觉得这才是 真正的大家风度 就像顾老师所说的 他认为 艺术创作 就应该顺应 宇宙的规律 自然的法则 对自然万物 抱有一份敬畏 和爱护之心 我觉得这种哲学观点 我们每一个人 值得品味思考的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Hello天津 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 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天安静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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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e I am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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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